歡迎今天的嘉賓 很久不見,很久不見 剛進來的時候,第一件事是我瘦了 我忘記了,曾經跟你聊天是... 差不多兩年前,泰基的時候 所以是不是真的瘦了呢? 可能是泰基,因為當時經常在旁邊 因為最近真的忘記了很多 我看照片才會有趣 上一年年後回來香港 整個人的精神狀態和現在的精神狀態 是差還是恐怖? 是有點累了,但我也覺得是正常的 因為之前真的沒有什麼可以讓我消磨精神 每個人都在做工作上 但真的回來後是要重新出發 重新做回歌,一年出三首歌 中間又有很多不同的音樂劇 好像重新走上去之前的一個職業歌手的軌跡 因為疫情的時候,特別是我在太陽年代 離開了大公司之後 其實我也是自己去做音樂 也有少少已經是開始 那隻小船仔駛了出去 自己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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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你真的不會知道未來 真的要好好做好當下 所以真的比以前還要著緊很多 我們上一次太機聊天的時候 你剛剛去完一個比較長的旅行 有經歷疫情 這兩年間有沒有機會可以到處飛出去 我其實少飛了很多 因為疫情開放開關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專心事業 這才是我想追求的東西 即是你變成小飛俠了 不好意思,我很喜歡搞爛 你一說我就很想說 Anyway繼續 因為那時候在疫情前都覺得不要緊 當然要,還有時間,還有青春 但原來一個這麼大的轉變 其實你是防不勝防 一說來,一說就完 所以我會更加覺得 其實什麼才是真正自己很想去做的 我應該都沒有跟你分享 疫情的時候 我們見過一次的時候 那時候最深刻的就是 如果我那一刻要離開這個世界 你沒有說過 是的,我是馬上想 因為那時候真的會經常想 中了一招是不是要掛 然後我就想要做這些展示 因為我好像做了那支碟 即是有什麼事也有些事情想到 而且好像完成了那個project 因為我去完旅行 我寫那支碟的所有歌 然後我就覺得 原來我會這樣想的 最重要的事竟然是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人大了 你真的會想 即使我 很誇張的 那一刻我是驚訝的 我現在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要保持自己的房子很整齊 而且沒有那麼多雜物 因為怕有一天突然 突然死掉了 我家人就要幫我處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帶你一點 我也帶你一點 看不出來 但其實人 值得驕過 謝謝 但人開始成熟了 或者當你經歷了一些事情 你就會開始想 生死是突然間那個課題好像大了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會回到自己的課題 應該是這樣 特別是我們講這次的歌 這首歌叫《拯救我自己》 很快就踩進去 為什麼會突然這樣按下去 就是因為你剛剛在講關於你自己 你會怎樣善待自己 不要影響到對方 其實都是一個學問 以前你可能不認識 你會喜歡這個自己 你會覺得這樣好像安頓了 自己安心了 但可能特別是講到今次 《拯救我自己》 為什麼主題其實是一首情歌 表面上都是說那些情形塌塌 都是說對方一些紙碼或者發善 但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拯救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任何課題都好 所以面對愛情那些混亂的關係破裂 其實到最終要反省的都是自己 不是叫對方 我很有感受 對呀 我們要分享一下 對呀 到我來訪問 Felitha,不如你訪問一下 你最近有一個拯救自己的經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最近的了 過去的事情 我可以分享一下 都是拯救我自己 你是什麼角色 我是要自我拯救那個角色 付出太多 是呀 是怎樣呢 沉淪到沒有了自己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在關係完結之後 才發現原來自己 把自己曾經擺在一個不知道哪裏的位置 然後呢 當我重新 好了 變回單身 我突然發現原來 我在過去這段時間裡 第一 沒有好好對待自己 第二 就是發現原來 我有很多事情想做 沒有做的 所以拯救了自己出來之後 就做回 所以我現在是 很美滿 我的人生 很美滿 很美滿 最重要的是 夠喜歡現在的自己 因為 直爺也很有趣 他 先說一下擴作團團 作曲就是陳阿威 田詞就是林夕 編曲是Nick Wong 大家都會對於林夕田的詞 都會很喜歡去研究 因為他不會只是寫單單愛情 就是那個經歷給你聽 他的表面感到上是暗地 暗地是有的 其實都是哲學題 所以我覺得他留下的給我一些句子 我都覺得很原料 因為他對上一次寫給我就是十年如一日 他有一句說話就是別等被自己討厭 即是他會不斷提示你 如果你繼續這樣 你未來可能會回望這個你 你就會 你怎麼搞成這樣 大智慧 然後今次他又留下了一句 最後一句是 其實我令我很討厭 其實是自己拿來的 其實是自己拿來的 以前上一首歌都會說 直爺西打醒了 我都提醒了 這首歌他再一次提醒我 其實只有你自己 救到你自己 那好了 這首歌一定是有你的東西在裏面 講完你的 就說我了 我都很邪 很邪 就是我收到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是熱戀期 在拍拖 是很甜蜜的事情 是 我還很開心分享過那首歌給對方 我收到這首很好的情歌 說不知收到直爺粉絲之後 嘩 這麼痛苦的 我就想 為什麼演繹呢 開始消化這件事 但是到了入錄音室之前的那一天 我就分手了 所以這個關係都短暫的 其實是 但是我又覺得好像真是命運的安排 是 因為我也反省 其實原來我人生裡面 其中幾大的課題都是愛情 是 我覺得我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好的結果 或者可以處理到的關係 其實問題都可能是歸咎在我自己 我剛剛都有講你的情況 是 我自己都試過的 是 是 我也有試過 可能不懂得跟對方溝通 所以其實我曾經寫過沉默之間的歌 是 溝通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在關係裡面 但是你知不知為什麼我們的經歷會這麼相似 是 大洋座 大洋座 大洋座也是這樣 很衝動 很衝動 做了 然後才拿出來講 人家又未必接受 可能他們有時候覺得自我忽略了對方 但其實自己不覺得 其實不覺得 但其實我付出給對方 我覺得我完全這樣投入 是101分 對 你會覺得我做完 我付出所有的 但其實真的不是他想要的 是 我也認同 所以其實那個課題 都是回到自己 我要怎樣好好處理這個關係 甚至處理自己 我覺得 例如他想不想要我送給他的禮物 他想不想我對他這麼好 例如虛寒問亂 你以為好好處理好 洗衣服 煮飯 照顧他 其實他真的未必需要 是 可能我自己想天天出家吃飯 是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去了解對方的需要 是更多你不斷地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你會發覺 你會覺得這個本身 我自己都未必這樣對自己 可能他突然喜歡LEGO 突然你會覺得這個很有趣 他去研究 或者他喜歡電影 或者他喜歡什麼 你會不會開始沉淪在那樣東西 其實他本身未必是你自己最 喂 講中了你 你講中了我的心聲 連三副鞋襪 形象你都會轉 是 你本身都不喜歡黑色的東西 然後你突然覺得他很ROCK 他喜歡的 或者他突然覺得他是斯文 然後你要穿高拿鞋 我有試過真的一講這個 我有一個男朋友 他的兄弟那一班 全部都是對於金錢的物質的好追求 我搞藝術的 其實跟他們不太扣得到 而他們身邊的女朋友 都是長頭髮 Girley裙 低胸 不一定低胸 有時低胸 然後有名牌手袋 會去Shopping就是去行名牌的街 然後就會去買 我是格格不任的 我是在他的圈子裡長期是好像兄弟那樣相處 和大家玩得很開心 但我一直在思考究竟他適合什麼人 但他又喜歡了 互相喜歡了 因為其實我當時也有嘗試改變 我嘗試做好真的 我嘗試拿手袋 嘗試去換一些他覺得很斯文 好什麼的衣服 因為那時候很小 我回想去看我的照片 我真的覺得很不堪 其實我今天不是這種人 但會為了遷就對方 而那一刻你自己不覺得 你會覺得是這樣的 我覺得開心 應該的 因為我現在是做的一件事去滿足 令到他開心 而我也很開心 所以也奉勸這麼多位觀眾 如果你正在經歷這些事情的時候 請聽歌 但沒用的 我告訴你歌是要聽 但當他在沉淪的時候 其實他也不會 所以都是提醒你的 不是靈藥 也不是什麼事 只不過我覺得 音樂從來都是一個輔助 一個心靈的對話 甚至是一個自救的方式 但當然你要不要自救 都是你自己走出去的那一步 我給你一個方向 但也挺開心 今次這個曲是陳阿威作曲 其實他自己也比較少寫這些情歌 因為Catalog裡面 很多upbeat 很多dance 或者很多快歌 而他寫這個情歌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哇 他寫得很細膩 配合直爺那份詞 其實我也很驚訝 收到很多樂迷 說這首歌很好 我一聽了20次 而且那個melody很容易入路 而且我第一天上架的時候 我自己也loop了兩個小時 那你自己當然是 不是啊 其實真的不多 不多這個情況 所以我自己也驚訝 其實我一邊聽一邊聽 逛街一邊聽 洗澡一邊聽 我都沒有覺得 整個人都聽到自己的聲音 然後我得意在 真的我收到很多的評論 哇這首歌真的 我錄了很多次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的 所以我也很感謝陳阿威 給了一個這麼好 這麼耐聽的旋律 而配合納翁的編曲 很磅薄的氣勢 因為我老實說 對上一次出情歌 我看過Catalog 是有可能是一五年 原唱曲 再問一些 近一些其實都已經是 沉默之間 因為沉默之間 有少少一半講溝通 是的 所以我也覺得 這麼久沒有出情歌 而有一種這麼好聽 這麼耐聽的作品 真是很感謝這三位的朋友 還有因為我錄音的時候 其實Nick Wong是沒有編好的 只有琴 即是只收音樂 對 只有琴和少少beat 所以我覺得 在我錄音的過程裏面 我都 將自己可以去表達的一些情感 或者一些過程 我都好像真的入了氣去做 而很感謝陳阿威 他是真的放肆給我做的 因為我剛剛也有說 我是經歷自己分手的過程 其實我錄音的情緒起伏都很大 有一段時間是很發洩 很兇 因為有些時間又很悲傷 因為我都很久沒有試過在Studio裡哭 錄音錄到哭 我覺得他怎樣做 怎樣去平衡這件事 都是交給監製的手 但是這首歌 就是因為我每一次都是全首錄的 我們沒有分開錄 你很厲害 因為最後都是要 而且我覺得那件事的語氣和表現 是很連結的 心情那些 而且那個狀態是很自然的 我不想很刻意他這首歌 我要這裏再大聲一點 這裏收一點 這裏怎樣演繹 我不想 我想全部都是很自然的吞吐的狀態 所以我多謝他讓我這樣去做 因為其實他都有權叫我不要這樣 但他真的有我 他看到我 不要搞你了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所以我很感激陳阿威 他剪了一個很耐聽的Focal 他沒有把我的發洩的東西放得很大 也沒有把我的很沉溺的東西放得很大 所以拿了一個很好的平衡 所以是很好的作品 其實我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 縱然有某些人離開了我們的生命 他在離開之前 可能都放下一些東西 可能這就是他放下了一個 讓你很配合到這個歌的情緒 對 上天的安排 對 雖然我不想的 不要緊 誰想分手的 拍拖 有更好的 不用擔心的 反正是未學完 我覺得如果他視為人生的其中一個階段的課題 特別是剛剛都說職業 都是留一些哲學課給你去思考 就是自省這個主題 你未完善到 你未做得好 那繼續要在自己的內心修練和努力 OK 好了 拯救了自己 其實你覺得 你在你的人生裏面 有沒有常常充當一個拯救別人的角色 不是經常 但我也是有做 因為我經常都 很多朋友打電話來訴苦 我會做聆聽者 但我又不會有很多 一定要給方向 你一定要怎樣 你應該怎樣 我從來都不會這樣 我每次都跟他講 我會陪你 我會在這 你的人很好 我真的不想 因為這個決定 我每次都提醒他 其實因為怎樣決定 真的是你自己 你要繼續喜歡 對 這個詩的音 其實是他自己選 因為他的命 沒錯 他真的不值得你愛 那你就不愛他嗎 你控制到的話 就不會有那種情果 沒錯 所以其實人是很可愛的生物 你永遠的鑰匙都是你自己讀的 你別人怎樣說 所以我經常都會去保留一個位置 即使我是很親密的姊妹 我會跟他講我生氣的 我也很討厭他 聽完這些經歷 我真的會覺得 我也很想他馬上衝到家裡打他 但我說如果你真的選 我都會祝福你 因為你是我愛的人 即是我都會繼續愛他的 即使他是選擇錯 我覺得只能夠做support的角色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否救了他 有些人很厲害的 可能他可以一語道破 還是怎樣 我就不是那種人 是的 我明白的 因為這個都是好白月座的事情 還有我經常都覺得 你給意見OK 但其實好像你這樣說 生命是他的 他自己選擇 他自己覺得開心的 他沉溺的 沒辦法 或者到某一天他自己會醒的 還有有些時候 因為我們白月座 都比較純相自由和自主 都自我 所以也有時同理心 即是會覺得 我不想 因為我覺得這個權利是在你 即是 我知道有些人是很喜歡幫人 他們會很熱心的 但其實對我自己來說 我都會覺得 這樣我也要消化 即是雖然你說得好好都好 即是我很難一下就認同 因為我也要跟自己說 究竟我可以嗎 這個想法我可以嗎 這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哪個方式是好些 但我覺得 任君選擇 這個人生交給大家 交給你的自己